那你未來會想要拍一個講關於生態的嗎? 你以前有拍過類似的 我覺得我以前拍的跟這個洛昌 就省梅之島 很大,對,而且前面有兩位前輩 梁潔德導演跟黃建亮導演 其實都是我年輕的時候 就是一直看他們的片子是我學習的對象 我覺得他們來拍的片子一定會比我更精神 好,太可惜 你上次省梅之島那個還拿到百萬首獎 台北電影獎 但那個片子跟這樣的一個關於生態的、關於動物的 我覺得那是不一樣的 主體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每部片子的都有他專業的領域 是,那講到動物 你自己有沒有養動物的習慣啊? 呃,其實我養蠻多動物的 平常就有在養人子 哈囉,今天誰上台前給他吃了什麼東西嗎? 我覺得上次主持大佛伯拉斯沒那麼難主持 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養蚊子,Are you kidding me? 沒有啊 哈哈 今天真的是One Amazing Day 世界一小就把你怎麼了 沒有 哈哈哈哈 OK 你說 因為蚊子有時候你會很考慮 你要殺他的話,他已經吸了你的血 已經血脈相戀 就會很猶豫到底要不要殺他 就是這樣 好啦,我養過蠻多動物的 就我養過兔子、雞鵝、鴨、烏龜、貓、狗 哇 還有魚 欸?都是你自己養嗎? 我自己養的 在你台南的家是不是? 因為以前住外面也會養 好 然後也會就是 就我以前住在念研究所的時候就住在一個山河院裡面 然後又養兩隻貓 然後我就是窗戶都開著他就自己跑來跑去 對 然後後來久了之後呢就是他就會帶朋友一起回來吃 哈哈哈哈 然後就然後他朋友呢就會帶他家人一起來吃 然後我就會 我就在那邊打電腦的時候就開始看到一隻一隻跳進來都不是我養的 對 然後他們還蠻準時的 大概就是4點50的時候會陸續啦 下午4點50來吃 對 對 因為我就是一直那時候在剪片啊或者寫報告 他們都還蠻準時的 然後就會進來 然後那時候就大概有5、6隻都會跳進來房間裡面吃飼料 然後就很優雅的優雅 反正也不把我當一回事 你有想過要開動物園嗎? 沒有啦 就是反正就也還好啦 就是吃飼料而已 搞不好這些動物都是成為你創作上的靈感 你會拿那麼多獎就要謝謝這些動物們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跟他們相處於是保持了一個快樂的心情 是 好心有好包嘛 多照顧動物他們也會回饋給你 我覺得是他們在照顧我 是不是互相啦對不對 那謝謝RL導演 這次擔任我們地球奇蹟的一天的中文旁白配音 那你一定是所有台灣觀眾目前看最多次的人 也沒有 也沒有 但是你好好跟我們推薦一下 究竟這個地球奇蹟的一天 沒有那些非盼不可的原因 請大家五月四日請十月來觀賞 你沒有問我一個問題 哪一個 你問我最喜歡哪個動物 有啊 你剛剛沒有回答 你直接跳過啊 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下 好 來 補充 我想 我最想 欸 我都最後一題 你又可以回第四題 沒有啊 因為你問我養動物嘛 所以我就會很想分享我養動物的心情 我很想養長頸鹿 哦 你說 冰狗雞是不是那個那一段 因為我就是覺得 因為 我的胎難嘛 就有田嘛 然後就是家裡那邊 就家南平平都很平 然後我就想說 場景度是很高嘛 於是你如果回家的時候 你很遠就可以看到他 好 然後就想說 欸你就會知道說 欸他現在在幹嘛 喔原來他現在走去哪裡 然後很遠很遠就可以看著他 然後就慢慢的往家裡 我覺得 就所以 覺得場景度還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對不對 跟場景度不好一樣 我要怎麼餵他們呢 喔 沒有啦 就是心裡想的 我覺得他們還是住在他們 原來的地方是最好的 不過你剛剛講到的場景度 真的很厲害那一段 他們在丁狗雞 為了要保護自己的B牌 就是老將跟新秀 他要搶他女人有沒有 然後後來今天 攻擊 然後最後你說了一句 像是 搞的啦 其實場景度蠻恐怖的 我在南非的時候有看過場景度 然後走他很近 他很高 尤其攻的場景度 然後我原本是想要從他跨下走過去 呵呵呵 一開始要去看的時候 後來到現場 我就覺得還是不要 對 危險啊 危險 好 靠他在攻擊 呵呵呵 然後腳一踢 然後他們要完蛋了 而且他們脖子不知道這麼臉脫 對 就是要看了紀錄片才知道 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像過 場景度是有這麼攻擊性的 為了要保護他自己的女人 然後脖子 黃跟家這樣對打這樣子 好有沒有要補充的呢 那我們可以回到 最後推薦時間了嗎 好可以 好 那我們請R1導演 中文最佳的配音 來好好幫我們推薦 5月4日 地球奇蹟的一天 假上一個發行的作品 究竟有哪些非看不可的原因 好 欸 我要重新列一遍 呃 可以 如果最好囉 好不好 5月4號地球奇蹟的一天 歡迎大家一起來欣賞 然後非看不可的原因就是 不看就會GG了 那 聽到了好不好 再次掌聲謝謝 阿姚導演 謝謝 謝謝